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林 还有我们的欢上的同学 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 还有我们的明人老师 大家午安 欢迎我们再次每一次都留守我们的新纪院中文大讲台 那每一次中文大讲台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要不厌其法的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中文大讲台 其实中文大讲台是我们新纪院大学学院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的其中一课 那门课的名称就叫中文大讲台 这一堂课主要就是去给学生讲座 然后让学生在这一个进入大学之前有不同的体验 还有不同的知识 但是后来我们讲到与其去讲座 显然讲不如我们自己来办讲座 所以于是就有了后续 我们一系列 每年有不同系列主题的讲座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中文大讲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 今年卖下第五年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第一个系列叫做亚洲人文系列 亚洲人文系列过后呢 我们就来一个更加专的 我们后来前年我们有一个叫做大马满天生活系列 那去年我们有一个叫做大马遍地美食系列 有满天就有遍地 所以到了我们今年呢 我们就想说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们今年就做叫做新纪元中文大讲台之海系列 那为什么会用海作为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 基本上马来西亚所有的不论是我们的土地 还是我们的移民都跟海息息相关 我们的土地都市面被海包围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海包围的一个国家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移民呢 基本上都是从海过来的 那基本上海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跟海有关的故事 等待我们去挖掘了 所以我们这一系列讲说请了各种各个不同的专业领域 有学有专业的学者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 或者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海关于海的这个主题 来跟我们这边进行分享 那我们这个主题基本上 所有的中文大堂的主题 基本上都是为了学生而设的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非常精 很专很深的这个学术发表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借由这些日常生活有关的故事 然后提升他们自己对于探求知识的一个动机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环节 包含海报的设计 主持 然后还有宣传 还有后面的设计 所有都是我们的学生一手包办 是学生练习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一系列讲座里面 我们当然也要非常的感谢我们 所有的这一个合办单位 像是蚂蚁学人 然后茶室开奖 然后槟城城市报 还有有电网络书店 莱佛寺花读书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还有什么单位 太多了 莱佛寺读书会 等等的这个单位给我们的这个支持 然后我们更感谢 所有文化付费的这个听众 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好那我这边就话不多说 我就把我们的麦克风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小银跟杰玲 有请小银 白老师 安教授 介绍的听众朋友们 以及在座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小银 以及我们另一位主持人杰玲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出席本次中文大讲堂 以海作为系列主题 今天我们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 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安华兰教授 来担任我们的主讲教兵 安教授呢 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 同时呢 安教授也曾经担任过南方大学学院的副校长 安教授呢 他是本地著名的华人研究学者 同时呢 在海洋史方面也学有专精 安教授呢 有出版过很多的书籍 其中就有古代满中文化交流史论集 以及还有 以及还有小国崛起 满兰加与明代操控体质 还有一本就是文化新生 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除了这三本书以外呢 安教授也有出版过很多的书籍 有兴趣的同学们呢 就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 或者到晚上去搜查 安教授呢 将会为我们带来是有关于海洋史方面的讲题 讲题呢 是顺风相送 古代马州文化交流史 在我们讲座的过程中呢 若你们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把问题留下来 到后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Q&A的环节 到时候主讲人就会帮你们 一一解答 那现在我们的讲座就正式开始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 安华教授 谢谢主持人 今天很有意思 来到这个场合 今天的主办的老师 白老师 跟今天的主讲人 穿的是差不多一样的衣服 不论我是不是去巴上马拉面去 然后我们其实 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的点 就是常常翻一些人文的学术的讲座 在这些人文的学术的讲座的过程之中呢 这一次是从之前的一个亚洲的人文的一个主题 到这个马天神佛 然后又到李斯文的话 我猜过两次了 这次是第三次了 这次是海 明年呢 要不要山 原来是路 路啊 我来讲山 开门见山跨客家 我帮你讲好 OK 好 我们来谈海 其实基本上呢 这个海的部分呢 中国海洋史的发展 原本是我原来的一个专业 今天也就是这一本书 同学们有接出来的 还这么多人接过的还不错的 古代马中古大交流史论起 这一本 这本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这一本 就是这一本 这本是比较简单易读的一本书 是20年前出的一本书 是因为呢 我的边缘评估的专栏里面的当时呢 我以这个导向为主题而完成的 而在这两三年内呢 已经有出版社 已经签了合同 他将翻译成马来文 之后呢 会再一次的出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间呢 今天 我的这一个讲题 实际上呢 是这一本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的 浓缩版 希望呢 能够在这个 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半小时以内呢 能够把它呈现 当然我的这个的 PPT 总共有130多个赛 昨天呢 交给了范围坚老师 把他吓了一跳 然后呢 我应该会跳着讲 时间的关系呢 有一些地方我会省略 尤其是后半段 明代的海礁石的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上个礼拜 广东瓦 马来则 以为那很厉害 那边已经有说了 那些海盗的故事 我就不多谈了 虽然我的PowerPoint里面是有的 好 我们来谈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 然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是怎么样上 为什么我这些年呢 我会重点去 在尤其是 一些比较属于大众型的 那个讲座里面呢 我会谈这个议题 关键在于 各位同学 我们在现场的这些同学们 你们小学是不是开始有上这个课本的 对 对 你们好像是第一批 你们是第一批 第一批还是第二批 这样子的同学 上来的就是从小学四年纪 开始要上历史课 而小学四年纪上历史课的第一年 出来的时候的第一版 引起了我们华人社会很大的哗难 主持人 你们有看过这个大研究哦 有 马六甲创始者 然后呢这一张照片 有犯了第一级的错误 知道吗 有犯了第一级的错误哦 这是错误在哪里 画得太错了 没有啦 画得这样 问题出在哪里啊 你们不是小学在读这个吗 你们老师没有跟你们讲 我们去寻回全国演讲啊 讲这个里面的有低级错误啊 你看啊 那西洋就是明朝 那明朝的时候 马六甲建立了世界各国的人 包括中国的商人都来到了马六甲 那个中国的人穿这样子的衣服 才知道这份科普流传哦 哈哈哈哈 清朝 那清朝以前是不是这样子的头发 有没有把面子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犯了一个低级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把明朝时候的中国人 都化成的是清朝时候的中国人 因为呢 明朝在清朝的 来读历史 今天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号成立 然后在之前呢 有1911年10月10号心态革命 成立了中华民国 推翻了清朝的两千多年来 中国的帝制王权 然后呢 清朝是由满洲人所建立的政权 他为了要压服汉人 所以呢 进行的替法流边的一种政策 所以呢 每个人都绑了一条辫子 那是清朝人的服饰 然后呢 穿长袍马褂 也是清朝主要是满洲人的服饰 但是呢 清朝以前是什么 清朝把谁灭掉了 就是明朝 哎 怎么说 就是明朝 明朝的时候也就是马六甲王朝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肯定他们的服装 不会是 刚才的那一种形式的服装 肯定就是原本的汉人的那些服装 而不是绑着辫子的服装 所以呢 肯定是画错了 距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这些年来呢 我们一直在讲这些课题 主要是 刚才也印证了小学的同学 读了 读了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小学的课本有错误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回事情呢 实际上呢 整个中国的朝代的一个系譜里面呢 一直是跟中国的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既是内陆的国家 同时中国也是海洋性的文化的国家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明之前 明之前有什么呢 明朝是距离今天呢 有六百多年 而明之前就是你们看那个倚天土龙记啊 那个时候张无忌啊 最后张无忌又给他的户下 拿掉了他所有的胜利的成果 那个叫朱元璋啊 还建立了 可是他们共同推翻的就是什么 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啊 所以在明朝之前 是八百年前的元朝 元朝 然后呢 元朝之前是宋朝 宋朝距离今天一千多年 宋朝之前是唐朝 唐朝之前 锦绣未央是什么时代的 南宁王是什么时代的 唐朝 之前有三百多年的分裂的时期 什么时代 魏晋南北朝 所以会有北周北齐嘛 对不对 有北魏嘛 等等啊 好了 魏晋南北朝之前呢 什么末年分三国 东汉 东汉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 有秦汉 对不对 所以呢 距离今天两千年前 是秦始王统一中国的年代 有秦汉的王朝 那秦汉下来呢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后来就由隋朝统一 可是隋朝只建立了两个皇帝 然后就灭亡了就由唐朝所取代 唐朝呢 国运大概两百多 接近三百年 然后呢 经过了一段的分裂 然后再由宋朝来继承 宋朝大概距离今天一千多年 然后宋朝之后呢 是古人所建立的政权 距离今天八百多年的元朝 然后呢 只维持了九十多年 然后就由明朝所取代 明朝也就是马六甲王朝的时候 距离今天两百多年 然后呢 明朝的国运大概也就是两百多年 然后呢 就由满洲人所建立的清朝所取代 然后呢 也就是迄今两百多年的事情 之后才有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这样的一个时序的一个变化里面呢 配合中国海洋史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的 中国人给人家印象呢 在绑着辫子 那个就是清朝的时候 绑着辫子清朝的时候来到了马来西亚 很多时候呢 是卖租载来的 那个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啊 中国的破落的经济的一些影响 使到了东方列车 什么东方火车 还是东方列车 什么什么 唱歌这边 唱过一首歌叫做出路 什么呢 第一句话就是走出去就有路 飙扬过来 我吃得辛苦 就要出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破落嘛 他们出来 出来的一个时候呢 就有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劳工签contract的出来 但是这个企业劳工其实是签了之后是卖生器 然后呢 他的命运就好像一只猪这样把它卖过来 所以呢 在19世纪距离今天100多年前的时候呢 华人的命运哦 就是我们的先辈有很多是卖租载过来的 很惨 然后这些卖租载 因为他们是清朝的人绑着一条辫子 所以呢 感觉上就是哎呀华人就是这样子的人 中国人就长得这样子的人 但是如果站在中国的海洋发展史来说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卖租载之前 在卖租载之前 哎怎么会这样啊 卖租载之前 明朝 明朝有正和下西洋 上个礼拜 我真的不知道啊 听多多小小啦 嗯 然后呢 在这个 正和跟 马拉加就是指马六甲 啊 是明朝的文献里面说的 马拉加王朝 马六甲王朝 有正和下西洋 这个是官方的 朝共贸易的一个体制之下的 正和下西洋 另外相对于正和下西洋 是民间的海境政策之下 有很多的那一些啊 什么 上个礼拜 海境政策之下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什么 海的 海盗 啊 厉害 有读书 啊 要东西的 啊 啊 这个海盗啊 就过来了 等等 所以另外一股是民间的力量 啊 这种民间的一个海外的贸易里面呢 啊 不管是合法的 非法的 然后呢 就有了像明朝末年的李维钦 然后呢 那他就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 后来就常住在这里 然后也常买在这里 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的三宝山 后来他们就回不去中国了 啊 回不去中国的很多人呢 就跟当地的人呢 有结婚了 或者是本土化 等等 也不一定是完全娶马来婆了 啊 不一定了 啊 但是呢 这些人本土化之后呢 他的后代呢 就叫做 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所说的 啊 巴巴尼尼尼尼尔的社会 这个是两股 一个是官方的 一个是民间的啊 贸易的发展过来的一种事情 这是在明朝的情况 而上个礼拜 宫中华和罗西亚 跟你们讲的这一段主要就是 明朝的这个东西 可是站在中国海洋发展史来说 明朝以前 有没有中国海洋发展史 有没有中国人出海 啊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一块 哦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一块 而且 明朝以前 中国人的出海厉害不厉害 强不强 而明朝以前是什么时候 就是宋元 距离今天大概一千年前 明朝距离今天八百 六百多年前 然后宋元 宋朝距离今天一千年前 元朝距离今天八百年前 有什么东西呢 唐朝的末年 晚唐五代的时候 五代其实只记得五代 实际上这个分裂的时代呢 是中原地区黄河 由于有五个朝代 但是呢 黄河地区以外的地方 特别是南方 还有很多的独立的王国 其中的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边有福建人吗 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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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福建人 福建人 恭喜你们 今天 我今天讲的很多都是 福建人 哇 真是很烂 很厉害的 怎么样的 很烂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 起来了 崛起 因为五代十国里面 有一个国家就在福建 他的名字就叫做敏 敏国 他们就起来很强了 很强了 然后呢 这个是福建商人 在从唐朝末年 到五代十国的时候呢 他们勇敢地走出去了 中国人的出海跟福建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进入到了宋朝跟元朝的时候 这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高峰期 不要每天只想到 我今天要打破一个观念 就是很多同学哦 每天然后去网上 乱乱潮论文 潮报告 我们华人的到来 就是从郑和下西洋 然后我们都是郑和的后代 郑和的后代 你知道郑和是什么身份啊 你们懂啊 郑和是太监的 还有后代 很奇怪哦 你们哦 很奇怪哦 然后我们都是郑和的后代 我会讲一大堆奇怪 然后你要打破这个概念啊 郑和这个太监之前 其实才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最高峰 最高峰是怎么样的最高峰呢 这里呢 我跟你说我放了一个官方移民间 为什么放了官方移民间呢 上个礼拜哦 那个孔老师啊 孔老师 孔老师跟你们说啊 中国就是海境政策 海境政策 官方的民间是对立的 他主要讲的是明朝 距离今天 六百多年的明朝以后的事情 可是呢 距离今天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的 这一段时期 宋元啊 不能说没有海境 不过海境啊 每次啊 大概就是几年 两年 一年 三年 四年 然后呢 有一下就断掉了 有一下就断掉了 他是为了特殊原因而有海境 长期以来 这个数百年 宋朝三百多年 元朝接近一百年 这四百年 四百多年的历史里面呢 宋元时期 中国的官方 以及民间 都是合法 也就是官方有出去做贸易 民间同样的自由贸易 海洋 海洋呢 是自由贸易 所以官方跟民间的力量是结合的 站在中国海洋发展时来讲 尤其是什么呢 不是厉害 你是欧建兰 欧建兰很厉害 这个 吴建仁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 他所发明的海船 底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海船中 是当时他的技术领先于全世界 这个不是我不说的 这个是 英国的科技池大师 李约瑟 在他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读书馆有蛮后的 这一本书里面呢 讲到了中国的 宋朝的 福建人的海船 简称为 浮船 他的技术 冲向大海的技术 稳定性之高 船体之大 是领先于全世界 包括西方 在这样的一个 很多历史是被淹没了 我们一直不知道 然后每天就讲到太监的政和 然后讲到是拿到 你们知道的欧代 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却不知道 更早的时候 一千年前 原来在宋元的时期呢 官方跟民间是结合了 他们并没有海境政策的束缚 而且呢 中国的海洋贸易事业 是那么万的 而中国的海船 也是他的技术 是领先于全世界的 好了 讲到这个样的一个 那宋元 那什么时候 中国人开始 有慢慢的出海呢 该老师说到 古代晚唐 古代史国 也差不多是唐朝 唐朝的这种 多元开放的 大唐七度的影响之下呢 到了中唐以后呢 他的经济 基本上南方 沿海的经济 已经超越了北边 做使了整个中国人呢 的海洋事业的发展 所以中国的海洋事业呢 就中国人出海的一个情况呢 大概是从唐朝的中期以后 然后呢 到宋元达到了一个高潮的时间 那唐朝之前呢 魏晋南北朝 那有没有发生这种 中国跟马来西亚东南亚之间的 铺设的关系呢 有 但是呢 主要不是中国人出去 而是呢 东南亚人 马来西亚的人 来到了 中国 他们开着架的船 来到了中国 这个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有一位很出名的学者 他是马来西亚出生 在马来西亚大学 取得了博士 然后呢 另外呢 他在澳洲长期的任教 然后呢 后来他的行政跟学术的能力 受到了肯定 被香港大学 并为香港大学的校长 这个应该是我们马来西亚学术界里面的 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个人 然后呢 香港大学校长 他退休之后呢 新加坡的理工 要把他请进新加坡 担任了一个中心的这个负责任 然后现在还在 年纪蛮大了 而他的博士论文 其实就是在处理魏晋南北朝 中国的海洋事业跟东南亚之间的关系 他这本论文里面呢 提出了重要的 这四个字叫做圣物操控 什么叫做圣物操控呢 因为世界各地人 如果要来到中国官方的关系 就是操控 但是呢 为什么叫做圣物呢 等一下跟同学们再讲 什么叫做圣物操控 而在圣物操控之前 那个就是 秦汉 秦汉可以说是中国海洋史的发展的烂山期 也就是开始的时候 所以呢 基本上 历史也是2000年 有中国历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2000年下来 同样的中国海洋发展史 从秦汉的海洋发展史的开始 经历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圣物操控 到唐朝 宋朝 元朝 中国人的出海 乃至于海洋事业的发展的高峰期 到了明朝 有官方跟民间贸易的对立 乃至于到清朝 卖租载 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海洋发展史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这是大致上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中国海洋发展史的认知 尤其是要打破正和下西洋的这一段 你不要以为正和下就是最强 正和下西洋之所以这么强 是因为之前溯源海洋贸易的基础 不然不可能猛叮叮一下子就这么厉害的 它一定有一个脉络的一个延展的一个情况 而这样的一个海洋贸易的发展 其实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之下而进行的呢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所谓的顺风相送 讲的其实就是这条路 这条路叫做海上丝绸之路 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 一带其实指的是路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 而一路指的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 就这样子了 所以丝绸之路有两条 一条是路上的 也就是一带 一条就是海上的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主要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重要的 Main China的产品 叫做丝绸 丝绸是由中国发明的 这个是一种手工业 工业制成品 这样讲 别的地方没有 工业制成品 它是把丝绸卖到全世界各地区 通过路上的丝绸之路 以及海上的丝绸之路 运向了各个地方 就是这张图里面 到了印度 到了日本 到了印度 到了东南亚 到了中东 到了非洲 乃至于地中海 欧洲等等的地区 所以 因为主要的输出品 丝绸销量很好 所以 史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但是 海上的道路 贸易路 它的产品其实也蛮多的 它还有其他的名称 另外一个叫做香药之路 什么叫做香药 它不是今天讲的那个辣的 不是那个胡椒 你们认为这个香药 它又有药用的香 是什么香 它就拜拜的香 对 非常好 是拜神的香 烧香拜佛的香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注意时务 妈妈要去拜神 拜神要去什么店 买东香 香料店 那个香料没有拉德可以买的 那个香料店是买个拜神的香料 是指这个东西 这些香料是最香的在哪里 在我们这里 在马来西亚 谁是彭坑来的 这里也没有彭坑 哇 你知道你们住的地方 全部是宝贝 你知道 你们接近那个达曼的嘎啦 里面有一些 全世界最贵的木头 在你们家 不敬 懂吗 什么树 什么树 不懂 住了半天 不知道 什么树 今天全世界最贵的一种树 它很香 但是可遇不可求要去找 什么树 哎 非常好 中国旅客啊 你会毕业之后要去做导游啊 然后中国人来带他去那里 城乡店 对不对 马来西亚有很多都城乡店 做中国人的生意的 对不对 一点点城乡卖到钱 几万块 同脑坏啊 卖几万块 你不要为同脑坏啊 真的是很贵的 那个城乡 马来西亚的宝贝吗 我们有城乡 有檀香 一大堆就是在东南亚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什么 烧香拜佛那个香料的主要的 很重要的制裁 然后呢 你不能够只是想到只有中国人卖东西啊 卖了总要买一些东西 中国有没有market 有很大的market 他要需求 卖什么呢 他要买什么东西回来呢 香料 买橙香买糖香 等等这些香料 买回去中国 中国佛教啊 要拜神啊 要烧香拜佛嘛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品 所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叫做香药之路 另外呢 在到了这个唐朝以后 中国的另外一个工业制成品出来了 这个也是所工业 就是陶瓷的瓷器 全世界都有陶瓷 我们的那种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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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弯啊 这个也是啊 青蓝色 蓝色 然后白底蓝色 那些都是上诱的那个瓷 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 淘气全世界都有 花盆啊那些大堆嘛 粗粗造造的嘛 可是瓷器是新画质 你觉得它是亮亮的 滑滑的 对不对 晶莹剔透的 那个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瓷器 它第一 它要有瓷土 它要有瓷土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瓷土的 在马来西亚 有些地方 有啊 这样谁是瓷火中的 瓷火有个地方叫做 Machab跟Aidam 只有那边是有瓷器的 只有那边是有瓷器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瓷土 第二个呢 烧制瓷器的技术 很难 它需要 1000度以上 淘气随便烧烧就OK了 可是瓷器要1000度以上 稍稍薄薄 然后你烧它又不会破 这个技术是很高的 所以这些等等的技术 需要高技术 而这个是中国人发明 中国人就以这个瓷器 畅销于全世界 然后呢 不仅仅是东南亚人喜欢 西方人也很喜欢 中东人也很喜欢 它的造型专门是适合老外的造型 正是中国不用的造型 却是Machina 因为老外要用 所以这一条丝绸之路也叫做陶瓷之路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部分里面 至少它有几个名称都跟物产有关 海上丝绸之路跟陶瓷之路是中国的产品的畅销而命名的 香药之路是以东南亚的以及印度跟中东的产品的畅销 卖到中国去而命名的 是这样子的 好了这条路我们懂的 它其实这条路它就进行了很多 因为它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文化圈跟文化区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条跨文化的对话的之路 经历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彼此之间都是跨越出了自己的文化的边界 进行了很多的一种辐射的交往 所以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研究 在1980年代就在联合国文教科组织里面就展开了 然后这个活动他们也叫做对话之路的综合的考察 那就是丝绸之路 实际上在西方殖民市地东来之前 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的角色 除了十字经东征跟蒙古的海外的政府之外 东西海路实际上是一条和平之路 在东西的贸易航道之上 为什么安老师讲顺丰相送 因为其实 问一下 坐船容易到一个地方 还是 骑骆驼容易到一个地方 坐船 全世界到今天为止 运输运东西 最大量最方便最平凡的是什么运 海运 对不对 海运是最大量最方便 因为你要去买淘宝全部都是海运那些东西来的 它是最方便最大量的 反而路上是不容易的 因为路上有多高山 要钻隧道 然后很难走 然后很多的状况 左右淹水 走到没有路 然后要去挖路 要移空移散 很奇怪 很难走 很麻烦 然后突然间走 突然间就迷路了 不能去哪里了 可是海上 你看起来好像大海很艰险 不过海洋 白友权老师是专家的 因为它是地里西 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东北季后风 这个叫做东北 我买一下 东北季后风 这个叫做西南季后风 前几个月里面是不是觉得很热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是西南季后风 大概5月6月的时候 西南季后风这样子吹的吗 然后吹到马来半岛来的时候怎么样吹 它会经过苏文塔 对不对 所以它很多的雨水已经下完了 风也是吹吹吹吹吹吹挡住了 然后来到了马来半岛来到这里的时候做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水了 所以很热 很热 没有雨量不够 可是呢 我们马来西亚什么时候淹水 每次考SPM要淹水 要坐船去考试 年底对不对 年底为什么会年底 你在这些吃饭饭里面有事情做 你去查那个正和下降 什么时候来马力甲 什么时候呢 也全部都是这个时候来 那是什么 年底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之间 这一段呢 基本上是东北激后风 东北激后风就从海上吹吹吹吹吹吹吹 就什么呢 这边这样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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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什么呢 把中国人顺着这个风 吹吹吹吹吹吹吹就来到了马来西亚了 就这样子来了 吹的风顺着来 就算你不懂怎么样 然后跟着风 跟着昂映这样走走走走走走 你就到了了 所以它是顺风相中 所以这条东西贸易的行线上 利用的人类利用的季后风 也就是主要是东北季后风 以及西南季后风的追踪 从南中国海 从印度洋 中国印度阿拉伯拉海上的商人 洋房启航自古以来 中国人要去印度 印度人要来中国 毕竟哪里 毕竟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 就变成的是一个季后风 必然会催送到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跟我们就发生了关系 就发生了关系 各种文明就集合在我们这个地方 东南亚的地方 而这个马来半岛是怎么样的半岛 阿拉伯的文献里面就有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黄金半岛 爽不爽 然后在很多什么一千零一页里面 等等的这些故事里面 都有讲到马来半岛的点点滴滴 例如阿拉伯的文献 印度的文献就有提到的卡拉 邦汉等等你的家乡 印度阿拉伯文献里面是有的 有提到的 不过阿拉伯的文献 基本上就好像是阿拉丁神灯 这样一千零一页 讲起来又像历史 又像神话又像是幻想虚共 什么东西成奇奇怪怪 什么都有它不尽然是历史 所以讲的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所以对于马来半岛的描绘 其实是很模糊的 反倒是什么呢 你真正要去重建马来西亚的古代史 要靠什么 靠中国的文献 因为中国的文献里面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 中国的海洋发展史 因为是这样子 它确确实实在史书上 甚至包括正史二十五史里面 记载了马来半岛的很多个千年古国 从汉书谁写的 东汉的班固 汉书的卷二十八下地理字 白老师很熟悉的 就开始记载了一条 从中国经过的马来半岛 到印度去的一条条线 而且是讲是中国人到那边去的 而且必经马来半岛 然后到魏晋南北朝的正史 乃至于到唐代宋元 正史跟文人的旗子 是条条的记录了 这样的一些历史的论述 其中刚才老师说 秦汉的时候 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 浪上开始的时期 最早记录了这条贸易航路的 就是翻顾的汉书 卷二十八下地理字 讲的以上奇奇怪怪的话 日南张色 日南是今天的越南的一个地方 就是越南被堵住了 所以只好从徐文河湖 传行五个月 徐文河湖今天一般的考证 这些名称还在的 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 以及广西的地方 从这里出发 从中国的这里出发 就会经过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多家 叫做都元国 然后走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呢 这里是很奇怪的 有陈尼国 那陈尼国很奇怪 他是开船 开船来到了陈尼国 不过开船来到陈尼国之后呢 他会舍弃他的船 在步行可思雨 十一支 本来是坐船来的 坐船来的之后呢 到了陈尼国 就步行十多天 再到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福甘都鲁国 然后加一个网站 福甘都鲁国 然后呢 从福甘都鲁国再开船 又开另外一艘船 很奇怪哦 再开另外一艘船 那再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了王之国 那呢 徐文和武已经确认了 在今天的广东跟广西 王之国就是也确认了 是今天的印度人看去普拉 所以这一条的记载 是记载什么呢 是中国的船 从广东广西出发 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陈尼国 不懂做什么 他不开船了 他要走路 走路十多天 会到一个叫做福甘都鲁国 然后福甘都鲁国 再坐船 又再坐船 两个多月 就到了皇之国 印度的看去普拉 怎么回事 然后这里面就一直说 这个时候很明显 为什么会有坐船 又不行 又坐船 他就有讲到 那是靠 这个是汉武帝时代 就已经有了贸易路 然后呢 要靠蛮移古船 转送自知 也就是这是一个辗转相送的 就好像你们要转机啊 转 要去 要去 要去哪里 转车啊 又转机啊 或者是大MRT啊 要去炸LRT啊 怎么样啊 一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转到米路啊 大概就这样 而且呢 是要搭谁的船 是中国船啊 蛮移 这个不要念成甲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甲的时候 是姓氏的时候 念甲 商人的时候 念成古 古啊 商人 蛮移的商人的船 辗转相送 而且很危险 碰到大风 就会被镊死了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 烂山的时期嘛 很麻烦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会坐船 又没有坐船 又走路 然后又再坐船 到印度去 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是在那边呢 马来半岛是什么 冷笑话 新加坡大还是马来半岛 马来半岛大 新加坡大 变小孩子了 新加坡是一个岛 马来半岛是半岛而已嘛 他讲笑话 冷笑话 变小孩子 冷笑话 马来半岛是半岛 他三面环海 然后呢 可是呢 他有一条很狭长的 我们这里叫海峡 海有海峡路上有地峡 地峡 他叫他 KRA 地峡 这个马来半岛 连接到泰国的这个地方 这一条 我们三面环海 但是呢 最北边是有土地的 这个土地呢 到这边 你们每次画地图 都不觉得很窄吗 他最窄的地方 只有几十公里而已 他就是没有断掉 断掉马来半岛 就变成一个岛了 跟西加坡一样大了 可是他现在只是半岛而已 他现在只是半岛 他有一个土地年间 大概是几十公里而已 很短的一个地峡 所以呢 一般的学者考证 陈梨国 一般上呢 考证就是在这边 这边 马来半岛的 最窄的 克拉地峡的 就是马来半岛的北边 克拉地峡的东边 陈梨国 他们坐船来 来到陈梨国 就过不去了 因为他过不了大海 他们不敢过大海 就是沿途航行 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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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技术不太行 航海技术不太行 来到了陈梨国 就什么呢 步行十一日 去到了对面 走路了 走路到了对面 另外一个国家 已经到了地峡的西边 就是福干杜鲁国 然后再重复单 坐船 两个月 再到印度去 往这边去 是这样子的 所以是 基本上是 而且这样的推断 有没有合理性呢 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马来西亚的古国 马六甲以前 我们读SPM 读古国 是不是大部分都在马来半岛的北边 很多 什么 南加苏加 林加苏加 什么南亚修等等 全部很多都是在北边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说的 阿摩说的 杨鬼子也在里面讲 这个是马来亚大学出版的书 1960年代 然后最新它也有出版 你们要买可以去买的 买得到的书局是有的 他们就说这个环京半岛 就是讲的是这个地方 他们都有列出来的 这个就是顺风相中 这个是东北季后风 这个就是西南季后风 这样子顺风相中而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了 这个是开始烂山期 所以它要走好几个夜 沿海航行 那又没有本事跨过南中国海 所以他们只能坐船 再丢掉船 再走路去到对岸 然后再坐船 再走好几个月才到印度去 很难走了 这条路 这个技术不好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时期 又是进入了另外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 到了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有一些变化 就是东南亚很多的国家 频频到中国操控 操控是为了什么呢 操控只是尊重你一下跟你讲 打一声招呼 然后重点是你认可我的到来 老大老大 中国你是我的老大 叫做操控 老大老大老大 老大最厉害了 好了 老大听得很开心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生意 做生意 给你做生意 就这样子 所以你要跟中国人好 你们懂 要跟中国人好 然后中国人可以给你做生意 不然我都可以做海盗杀掉你 所以 所以你要来操控 操控 叫你老大 叫你老大 做什么生意 圣物 这个就是王跟武所讲的 圣物操控 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佛教是中国的宗教吗 从哪里来的 印度 印度 然后大概是在汉朝的时候来到了中国 不过当时他没有兴盛 佛教在中国的第一次兴盛呢 是在魏晋南北朝 因为分裂 大家心里没有记错 没有记错就找满天神佛 找一大堆神佛 找一大堆神佛 那佛教就很兴盛 很兴盛的时候呢 佛教要拜拜啊 你要拜拜就要什么呢 就要什么呢 你要雕刻 雕刻象牙 雕刻象牙 还有什么 还有拜拜呢 就要香料 拿香料 而且香料要香 自己国家的香 ok 要贵一点的 我越有钱 我要买贵的 要买哪里的 就像你们要买贵贵 要买哪里的 买车子要买哪里的 买什么要买哪里的 就要买名牌 名牌要哪里的 没有一个日本国的 国产的 好像就是乌鲁乌鲁这样 我要买老外的 博来瓶 就买博来瓶 博来瓶去哪里打 东南亚了 东南亚有很多很值钱的 什么呢 像盘香 城香 刚才讲到 很贵啊 然后这些东南亚的人 在中国的正史里面 在魏晋南北朝 就已经记得了 有什么盘盘国啊 丹丹国啊 这些国家 你自己想要盘盘丹丹 在哪里的 这些国家 他们就来了 献上象牙 带上了 成像 盘相 一堆来操控 然后呢 你带来做什么 我送给你啦 王帝我送给你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剩下的 我要拿去卖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就卖到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 一股的浪潮 叫做 圣物操控的浪潮 然后因为是佛教的行圣就来了 这些东西都是谈香跟成香 这些东西来了 然后因为烧香拜佛而促使了这个香药之路的一个扩展 而这种东西啊 一直延续到宋朝 宋朝更变成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千年前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的读书人 中文轻武 读书人有一种风气 喜欢什么呢 喜欢不管男的女的 带香囊 叫他喷香水这样 懂吗 带香囊 真的喷香水呢 带香囊 而且呢 什么香水是比较好 比较贵的呢 薄来品 越臭的 越奇怪的 味道的也好 怪怪的 没有闻到 没有无锅的 那种越贵 越贵的也好 就带香囊 还有呢 现在也是很流行 人很烦躁 做什么呢 你们住宿舍有些人 快快瘦了 要生疾病了 然后做什么呢 烧一点香 突然间 熏香 熏香的文化 在宋朝盛行 读书人 一个房间里面 突然间进来 捕一股味道 然后呢 笔墨子一样摆好了 开始画图画 画一只乌龟 就整个文化的 形成就从这里开始了 你不要画乌龟 就骂人了 画乌龟就长寿 什么 是啊 中国人有画乌龟的吗 画乌龟长寿啊 然后就有焚香 熏香香 香兰等等的这种习俗 就展开了 展开了 所以呢 就促使了整个香药贸易的一种发展 这个就是城乡 几多钱 城乡是马来西亚很多 尤其是在达曼的嘎纳 不会很贵 洛乱进去 盗用国宝就抓了 达曼的嘎纳 城乡全世界最贵 为什么它贵 其实城乡很多人讲可以来种 哎呀 我们不想 不想挡人财度 有些人来种 但是真正的贵的城乡是野城乡 为什么呢 城乡不是每一棵城乡树 它都会香 明白吗 都会发出很容易的香 不会的 你去闻城乡 它没有味道就没有 它什么时候有味道 生细菌 城乡是要生细菌 它就在树子里面生的细菌 变成一种黑黑的东西 黑色的 然后它细菌之后 它就开始凝固 然后就有一股很浓的味道 所以这种城乡可逸不可求 你找到的话你发的 怎么样发 这是全世界最贵的 请问这个城乡 一克多少钱 你们随便猜啊 2004年 这个是20年前 20年前呢 最好的城乡 每克接近马币800 20年前呢 20年前呢 随着我们一带一路啊 友好的贸易事业的发展 等等 20年后 2011年最新的价格 最好的城乡每克接近 几个 25000 上往下了 比黄金还要贵啊 现在呢 不知道我们在看 因为经过疫情之后 不知道多少钱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个是10年前的价钱 城乡是很贵很贵的 所以是宝贝的 然后呢 所以呢 大家都去寻找了 当然你讲到佛教 佛教你自然讲到的 这个西游记的 这个 这个 谈三藏 谈三藏呢 主要就是从陆路 去印度取经 再从陆路 回来 但是我想说的是 难道就只有谈三藏 去印度取经 只是走陆路吗 实际上同时 同时呢 其实 这些传教的人啊 既有走陆路 也有走海上 从 这个东汉末年分山国 的三国 特别是吴国 吴国到唐朝这一段 佛教新生的时期里面呢 往返以东南亚的 去弘法 求法的高僧 总共有30个人 而30个人 有一半的僧人 都曾经停留在 东南亚学期 跟研究经文 办法事等等 甚至有些 更是在东南亚出生的 这些都是因为 佛教的因缘 这些去中国传教的 包括这些人 基本上都曾经在 东南亚代工 或者是他本身就是 东南亚出生的河上 另外呢 中国的僧人到印度 取经 走海上的 不仅仅是路上的 西游记里面的 潭山藏 海上的有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叫做法显 法显是去的时候 找海路 回的时候 去的时候 对不起 去的时候走陆路 回的时候走海路 而跟这个唐三藏唐朝 宣战法师同个时期 出去的 宣战法师是走路上的 唐朝还有一个是 从海上去 从海上回了 谁 SPM课本 有记载的 有啊 我查过了 谁 意境 你们应该去查 意境 课本有的 SPM课本有的 我没有骗你 但是从海上去 海上回 然后他带回了很多的金苏 然后呢 他去的时候 去印度你会害怕 结果他先在一个地方 停在一个地方 你让我跟你讲 很有趣的 然后呢 他们回去的时候呢 都在 古都 长安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然后呢 唐三藏 宣战法师 是在大雁塔 那边呢 翻译经书 他呢 意境呢 是在西安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小雁塔 你们如果去西安 我鼓励你们去 这个大小雁塔 因为大小雁塔 是西安目前 硕国仅存的 两座唐代建筑 两代呢 都应该去 很美了 这个地方 这个树什么树 银杏树 也是那个银杏树 银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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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这个意境 意境在那边翻译经书 可是呢 他为什么会翻译 你们看得懂一度文 为什么会啊 其实意境 他有留下文献 他去的地方 有留下文献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写的 他说 他要去印度的时候呢 在一个地方叫做 截图 或者叫截查 一般上是念成 截查 截查这个地方呢 呆了 呆在那边做什么呢 呆了好一阵子 学印度文 学印度的凡文 学了印度文之后呢 才去印度 然后呢 才可以生活 然后取得佛教经典 回到回中国之后 他又来到这个 截查这个地方 可能当地的 很多人问一下 就翻译 翻译的部分 再回到中国的西安 再继续翻译 好了 这个截查截图 在哪里 拆拆 对应对应 用马来文对 用马来文对 在马来半岛 我们有读书了 我们小朋友有读书了 这个就是 吉打了 这边吉打了 真的是吉打了 吉打呢 其实在 那个时候曾经是 十利比加业 我们读过的 这个属国来的 然后相当的发达 他考古的发现 很多了 有很多的稳固的 这个就是吉打一来的 这个里面吉打了 就吃到米 你们吉打了 实在是美 吉打 卡这样的食物 那也可以比 吉打了好吃 真的又好吃又便宜 然后一片绿油油的 那个山又美 最近又张吉安 把人拍成电影 一大堆鬼肤似的跑出来 然后吉打就这样 吉打有个地方一定要去 你去过了吗 吉打了 去过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没有什么交通 交通不发达 没有什么很好发展 其实这个就是 他们的遗址 顾养谷 其实它是属于 十利比加业的 其中一个属国 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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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进去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是印度化的东西吗 因为十利比加业 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同样的 在这个 古养谷养谷养谷里面 有这个东西 有这些东西 实际上整个东南亚 在Islam之前 它的文化根基 是跟印度文化是 结合的 它的整个根基 是印度文化 所以在这个 格达那边 有什么 有那个大头 大头 卡尼萨 有人讲 如果你是大头 讲的 因为大象的头很大 你不要 人家讲 大头大头 你不要伤心 为什么 站在印度文化里面 大头 像头 大头代表什么 代表智慧 智慧 你很有智慧 智慧的 卡尼萨 有这个 还有什么 佛教 佛教的 印度文化 也在这边 还有什么 吓坏了 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们没有吓到吗 你们去的时候 也没看到 这个是从唐朝 到宋朝的 中国的瓷器 有几万件 你知道吗 它展出来 只是一小小的部分 都很傲然的 就在那个博物馆那边 中国的瓷器 陶瓷之路 瓷器 通通都在那边 展现出来的 这些都是 一进会到 不是没有理由的 对不对 好了 讲完了一千多年 我们再讲一千年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千年的历史 我们从两千年前开始讲了 现在再讲一千年前 所以刚才大概一个小时 我讲了一千年了 剩下的再继续讲下来的一千年 好了 一千年的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是到了宋元时期 刚才老师说了 宋元时期是中海洋化当时的高峰期 对不对 刚才有两本书很重要 一本就是宋朝的朱番字 另外一本就是元朝的岛鱼之列 都清楚地记载了这些东西 宋朝的朱番字 作者不要念错字 这个念叫做赵卢夸 因为这个是繁体字 它不是简体字 这是繁体字 繁体字就这么写 所以不要念成赵卢士 赵卢夸 赵卢夸 他是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 斯伯斯 斯伯斯就是Castam 我们的Castam Immigration Castam 的那个官员 他就听了那些很多海上的人来的 讲的东西 他就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就写了这一本朱番字 他就有提到三佛旗 萨佛旗就是史丽比加亚 然后除了史丽比加亚 还有记录 什么国家 彭峰 这是一千年前 彭峰 什么地方 邓雅农 什么地方 林亚斯加 林亚斯加 刚才我也念到了 林亚斯加 什么地方 吉兰丹就是吉兰丹 吉兰丹永远就是吉兰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林亚门 他们有记来的 这个是一千年前宋朝的 邵如夸的竹番字 记得 彭峰 登亚隆 林亚斯加 吉兰丹 再来看八百年前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我觉得这个人比很多人 不认识他 很不对啊 网上的言论已经被政河这个太监所掩盖了 其实在这个太监之前啊 有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叫做王大远 他是民间的航海家 不用靠政府的力量 政府要到政府的力量 拿着那种大炮 两万多人 然后两百多艘船 船上有大炮 就拍着来 谁 谁 谁不服你 怕得要死了 来到马六甲的海门口 要不要叫你老大 当然要叫了 对不对 可是哦 在这之前啊 元代有一个大航海家叫王大远 他就是坐船 航海家 民间的 去到那里一直去 去到比政河要去的远的地方 他去到东马 他去到菲律宾 他去到普洋奈 然后去到那里呢 一直去往西边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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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东非 所以就甚至政河部下的资料 原原本本就是超王大远的岛鱼之列 一模一样的超 改几个字而已 你可以知道呢 这个王大远 他的影响有多大 王大远写的这本书 岛鱼之列了800多年前 距离几天 有什么呢 横坑 灯家炉 吉兰丹就是吉兰丹 龙牙丝一角 龙牙门丹马戏 这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灵牙丝角 龙牙丝角 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狼牙羞 马来半岛的北部 就是什么呢 马来文里面是任务的 为什么呢 你用灵 灵是比较像的 灵牙丝加就是 为什么龙牙丝角 为什么是龙 龙跟灵同音吗 对了 非常好 福建的话 狼灵同音 是一样的 龙怎么念 灵吗 对不对 福建话就是灵 所以因为 我想 福建囡 已经很高 为什么呢 福建囡厉害吗 福建囡厉害 所以你不要用今天那种 北方蛮人的 北方那些 那些遗体的中原语音来念 你要用什么呢 用我们文化的话来念 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个 蓬峰 不是蓬峰 而且多么的漂亮的字 蓬峰 重复的峰 然后 邓家 邓雅龙 丁家卢 你看这是多么美 多么文雅的 今天呢 以前叫丁家卢 奴隶的卢 后来现在变成邓家楼 楼 那个楼 你会想到什么楼 你想到什么楼 为什么有这种名字 以前的英都好 八百年前 一千年前 邓家楼 丁家卢 宋元时代 吉兰丹就是吉兰丹 永远都是吉兰丹 这句话讲给那个法师厅很爽 永远都是怪 至于临雅门 隆雅门 大马西 有不同的说法 有讲是新加坡 也有讲是新加坡下面的料类群岛的 林嘎群岛 这些地方至少都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历史 少少也有七百年的历史 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古国 所以在马六甲王朝之前 千年古国在马来半岛 绝非罕见的 然后在马六甲王朝建立之前 其实马来半岛上有很多是印度化的国家 乃经由的海上的远洋的贸易 随之带来 而交汇于黄金半岛的中国 阿拉伯和印度文化 都曾经在我们这个地方 一共过了丰富的文化的养料 所以马来半岛印度化的千年古城的探索 不但不会构成各圈摩拉岸的马六甲王朝的一种挑战 很多人怕挑战不要讲太远 讲六百年前就好了 因为马六甲是伊斯兰 那伊斯兰之前没有东西的 其实你讲比马六甲还要早 作为马来伊斯兰文明的传播的历史对位 他不会挑战到这个问题 因为是历史事实 其实反而更加的丰富了 我们早期历史的千年篇章 为什么我不去好好唱呢 很可惜今天我们去到了基达 去到了那个湖匠 是这样啦 好了 讲到的去 还要讲到的是宗教跟文化跟民主 这个什么地方 厉害 西安 这个是西安 西安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一定会去一条旅游街 如果你们爸爸妈妈去西安旅行 去看兵马俑 看完了兵马俑 晚上就逛那边 逛那边有一条街 那一定会买这个小麻花 因为人民币十块钱很便宜 然后一大包 然后又买回家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西安 这个 这边有放一个logo的 轻轻的 他写着一些字 西北楼 那这边有奇奇怪怪的字 什么字 哈拉 对啊 哈拉 清真 清真 哈拉的 这边哈拉的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有哈拉的东西 我每次买这个 送给我的马来朋友 就去西安都买这个 他们喜欢的钥匙 因为 而且 中 马来西亚 马来人啊 去旅行 一个是去北京 另外一个就是西安 因为 西安在往西边走 就进入了路上失从之路 他们就很爽了 因为全部看到他们的同胞 都是他们的同胞 为什么 因为这里都是 很多都是摩斯林的 因为元朝以后啊 这些地方 本来是佛教西游记的地方 就变成了 穆斯林的地区 到今天都是这样 这个是西安的飞机厂 飞机厂里面卖什么啊 有个专柜 用哈拉的 清真食品 这里面 非常复裂的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呢 有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是什么呢 Islam的势力 Islam的势力呢 在这个海上丝绸之段 也构加起了一个 跨文化的桥梁 然后呢 Islam呢 不要每天想到 Islam 就是那个拿刀 杀人啊 杀人啊 恐怖分子 你不要想想 其实Islam往东边传 往东边传 传到中国 往东边传 其实是往 往印度传 往东南亚传 到中国 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境路 你去查历史 他是和平的境路 并不是拿着那把刀 每天要圣战 圣战 噢 嚇死了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 大石就是阿拉伯商人 这很大石 很会吃 真的很会吃 大石上的一个人 几个人吃几只羊 然后呢 大石上呢 一手拿着可兰金 一手呢 是拿着真货 真奇货宝呢 和平友好的东来贸易 勾搭起了这个长城贸易里面的跨文化的脚梁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唐朝的时候 估计在 廣州 全州 揖州 阿拉伯人 数以万几 那唐朝文献里面 翻阁墓 千万寓 除了那个乌斯林啊 这些桥民长期距离啊 居住啊 就形成了 我们马来西亚被ках 叫Planar Slug and 在中国也是有Planar Slug 他叫做土生翻克 他叫做土生翻克 啊 是这些人的 喔 这些人呢 有一种姓 摇摇极... 中国 或者自己去想自己去考证 我不知道 这个谷是什么人 这个谷在中国很多次记载 特别是唐朝和宋朝 他主要是跟大食商人 由于经营海外贸易 留在中国 他用了一条信叫做谷信 这种谷信记载很多 例如宋史这是正史 宋史的大食篇也是阿拉伯传 阿拉伯传里面有什么 普西密 普斯纳 普罗 普加兴是什么 普加兴 普加兴 普阿里 阿里阿里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 这种名字 这种名字都很多 然后最出名的来到中国 最出名发挥最大的影响也叫做普寿根 这个普寿这个家族 曾经在宋朝南宋的时候 担任了南宋福建泉州 Custom的长官 斯伯斯招商 Custom的长官 权力很大 你不要以为他只是Custom的长官 你知道有水有多少吗 他拥有了强大的财富 而且他自己长有了80艘海船 你今天找哪一个船网 他有80艘船的 可是普寿根就有80艘船 所以他权力很大 大到怎么样呢 宋朝靠他收起了很多的海洋的贸易 后来元朝打来的时候 他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宋朝讲你帮我抵抗 元朝讲你做我的人 结果他左看右看谁比较强 蒙古人比较强 结果呢 最后靠向蒙古 蒙古又委他 继续做老大 做Custom 结果他一转过去 宋朝完全没办法抵抗 南部福建 你就在一下子就给蒙古人干掉 你可以感觉他影响了你的国运 是很大的 这个普寿根 然后普寿根的兄弟 不论是哥哥 弟弟叫普寿神 曾经担任了梅州的支州 也就是梅州这个老大 梅州是什么人 哈嘎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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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嘎尹在哪里 梅州梅县 家印州 哈嘎尹 哈嘎尹 哈嘎尹的老大 嘿嘿嘿嘿嘿 普寿根的狗狗 普寿神 哈嘎尹的老大 哈嘎尹的老大 管你们的 阿拉伯人管你们的 真的是管你们的 这是宋朝 那这个 这个普到底是什么呢 阿布的啦 阿布不是考证的 日本学者就考证 普习是从阿布 因为很多 很多阿拉伯比教徒 名字叫阿布嘛 有阿里有阿布嘛 印度人叫姆都嘛 印度呢 华人叫小华 对不对 印度人叫姆都 马来人叫做 阿布阿阿里 大概就是这样 你还叫法比 大概叫阿布 阿布的 阿布 阿布 OK 中国人对阿布之音 一般上就叫阿布 我叫阿布 但是呢 把他变成姓 会把他变成单姓 那个阿就会拿掉 就是有种姓 叫做普跟普 其实就是阿布的 阿布的 阿布的 所以你们的阿布管你们 阿卡尹 阿布管你们 OK 而且呢 不仅仅仅是这样子在中国阿布 阿布管阿 阿卡尹 在东南亚也有很多阿布 在宋史的三佛奇传 也就是斯里比加亚 他就记住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阿布 有什么呢 普涅 普波兰 普摩西 还有什么地方呢 宋史詹佩 詹佩就是越南今天在詹帕的那个地方 讲马来话的 有普斯麦 普斯麦 普斯麦 普罗 基波罗 有贵面 反正很多 全部都是普 当然最出名的 这个 谁是东马来的 这里有东马 对啊 你去跟文莱吗 哎呀 有空去跟文莱一下 文莱去什么 去一个马来人的坟 一个回教徒的坟墓 在那个文莱的博物馆的旁边 有一个回教徒的坟墓呢 在1970年代呢 有一些学者就突然发现 在那个回教徒的坟墓 Islam的 Muslim的坟墓里面 这么有一个中文的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有这个墓碑 什么来的 而且是什么时代的 宋朝 这是历史上公认的 今天东南亚最早的中文墓碑 是在 你们那边 普罗中 就在文莱 文莱 文莱是什么 因为古代中国 从唐朝宋朝下来到明朝 都有一个国家叫做玻璃国 玻璃就是玻璃 就你们那种 就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有个最早的宋朝的墓碑 这个墓碑也是阿布的碑 阿布的碑 这个普洞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只叫阿布洞 不知道 然后呢 但是它整个东西是中国式的 你可以看到 哎哟 这个海洋世界里面 跟Islam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上 从这个唐宋元以来到海上的长城贸易里面 一批一批的大海的大石的商人 就是阿拉伯跟波斯的伊朗的商人 来到中国定居 通关圣子 这种本阿那干 就构成了中国的著名 然后呢他们回鲁交流之后呢 就汉化了 就变成的是华裔的回主 有这样子的人 什么人 如果你们是泉州的泉州人 记住了 如果你是福建人 而且你是在泉州的 可能你会去找那些泉州人 姓金的 姓丁的 姓夏 姓马 姓郭姓 谷姓 姓黄 姓苏 姓李 姓杨 姓武 姓张 姓林 姓陈 都很有可能是有阿拉伯学的 怎么样看呢 看你的脸长不长 眼睛凹不凹 帅不帅 一般上杂种的都是帅的 杂种的都是美的跟你讲 混血吗 够帅啊 眼睛凹下去 不是小小眼睛凹下去了 像马云九这样帅的 帅帅那种 好想没有讲到马云 马云也不懂是不是 因为在中国姓马的大部分都是回虫 姓马的大部分都是回虫 比如说摩罕 摩罕变成马 变成马掉了 变成马掉了 姓马的也是 所以如果你是福建人士 这些姓 很有可能 你是有阿拉伯人的血统 你是有阿拉伯人回族的血统的 而且这些人很杰出的 他们呢 其实虽然对一些儒家文化的佛教 满天生活 有一点不认同 但是 他们很认同儒家思想 因为他们合格的 很认同儒家思想 伊斯兰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套他们的教义的嘛 也有穆斯林的美德的嘛 就是这个呢 跟阿拉伯人的 那边讲 跟那个儒家的思想呢 是可以相容的 其实有一本书 《明朝入楼》 写的一本杂记 叫做《俗远杂记》里面 他的《倦恶》里面就这样写 这些回族 这些回族呢 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他们不共佛 不计神 不拜师 就是呢 不拜那个佛 不拜神 也不拜鬼 师就死掉了 不拜鬼 唯尊重的就是阿拉 一个天子 阿拉嘛 对不对 阿拉阿拉 不然还没讲完呢 阿拉之后呢 天之外 阿拉之外 最近恐圣人 这个是很早在明朝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了 这样子的概念里面 我再来看看 所以最早提出维鲁交流 在那个时候已经提了 哦 Islam跟儒家会不会结合 这个是哪里 这是福建 福建的一个墓园 什么墓园呢 福建泉州 城代姓丁的 可是你看他的墓 是 有Islam的墓的形式 的情况在里面 可是呢 他们有造像 造像 清真 还跟你讲清真 不是Steam吗 清真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姓丁的 很多福建姓丁的 基本上呢 回族的后代的 就这个地方 城代丁寺 这些人呢 在泉州有他们的后代的 就是晋江 城代姓丁的 还有福建 基本上福建 你姓郭了 可能一半的可能性 你都是回族的后代 姓郭了 这边有没有姓郭了 福建 有吗 有 你去查一下 你去查一下 如果你是慧安白旗郭氏 就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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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还有什么呢 他们有自己的族谱了 他们有自己的宗旨 因为他本土化 儒家化 有自己的宗旨 还有家庙 所以回鲁交流呢 是很密切的 这些族裔 我会讲 有没有来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有 有 新加坡有一个福泉和组织 就是这些国师的 然后呢 槟城有一座姓郭桥 现在你们去的 就叫做姓周桥 你们去玩的是 姓周桥的隔壁 现在 这个桥就没有了 变成是 几栋建筑高龙大厦 建筑公寓了的 那个地方呢 就是姓郭桥 当时他们自己也不懂 他们到了 他们自己老人家 只要有活动 庆典拜拜 他们有拜了 拜祖先 拜祖先都拜了 拜了 可是有一个东西 不会放 不可以放 不可以放猪肉 可是你问他 为什么不可以放猪肉 不可以放猪肉 然后呢 班克岛也是有 班克岛也是有 姓郭的 然后呢 这些人蛮多的 相当多了 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他们讲他们的主题的 然后呢 姓郁宝姓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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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家族的 详细的 你们可以去看这本书 小小本的图书馆有 叫做陈树石 拨开荧物见清真 他就讲了这句话 其实马来西亚的 华裔的族员 不论是福建的 广东的 或海南的 除了汉族之外 有不少是鬼族 相当的有意思的 而且啦 北京的文化 米南的话 其实具有很多 Islam文化的烙印 我们这种 不要每天都花了 大汉族本位啊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是 中国的福建的学者 谢崇光所指出的 他说 福建人的饮食习惯 饮食服饰 音乐器用 可能都有很多 都是Islam人的 回族留下来回去 还有呢 福建人重视做生意 为什么这样也要做生意 因为那些Muslim 很厉害做生意的 无数个人都是做生意吧 重伤精神 中国的社会原本 是一个独家的 孟子讲的 重义 轻利 对不对 利不要讲义义 要讲义 义义 没那义嘛 傻傻的嘛 不会赚钱的 可是福建人为什么这样会做生意 重伤 跟那些 那些人有关系啦 跟这些阿拉伯人的到来融合 结合之后呢 重伤的精神 进取的海洋的精神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包括台湾的学者也是这样子认为 很多学者都谈到 我们其实离不开Islam 包括郑和夏斯阳 都离不开Islam 跟Muslim他们的一些势力 而宋元海船 这么的发达 其实也跟Islam的势力 的技术跟能力的资源的提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互相的影响 因为在这之前 刚刚我们一直讲到 中国的海洋船字强吗 厉害吗 没有啊 都是阿拉伯 印度 东南亚的船去中国的嘛 中国人出海还没有这样强 可是为什么到宋朝这么强 文化的交流嘛 我来到哪里哦 郭伟明 什么意思 对咯 如果跟街上有听众很好 都在福建啊 这是中国 我来到我不是去伊朗啊 我来到中国啊 我1992年 30年前第一次去这个地方 2007年 这个是我2017年拍的啊 我再次来到这个地方 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福建泉州的清静寺 这个这个啊 清真寺来的啊 比较难啊 他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什么 怎么 猜不出来就是封面了 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了 啊 就这个地方啊 我来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泉州 不见的 所以什么是 伊斯兰 哦 伊斯兰讲什么 你不要伊斯兰就想到这种东西嘛 不要这样想嘛 哦 你不要这样子想嘛哦 我跟你讲这张照片在哪里 就是那个清静寺啊 里面 回教堂就是这样的 里面就是这样的 里面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们应该去一个 一个伊斯兰的服务馆啊 全世界有两个世界伊斯兰的服务馆 一个在迪拜 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去过嘛 几年前MCO之前 4块钱 我看这全世界最便宜的 马币40元 现在我不懂多少钱 不知道哪里去了 很值得去 在哪里哦 国家回教堂的隔壁 有一个世界伊斯兰服务馆 那边很精彩 那是民办的啊 不是政府啊 对啊 民办的啊 很精彩很精彩 有什么呢 有一进去你会震撼啊 他做的很美的 一样大小的 然后呢 比例是一样大小的 每一个地方 例如马来西亚各个的中 还有呢 全世界啊 东南亚 印度 阿拉伯 伊朗 埃及 西班牙 地中海的地区 还有呢 中国 等等 南京的清真寺的模式 全世界的清真寺一看上去 吓了一跳 很不然都不一样的 原来清真寺不是只有洋虫头 真的你会吓了一跳的 这是一整排 还有一层是什么呢 一层全部都是中国 穆斯林 中国的穆斯林 比马来西亚的穆斯林还要多 你知道吗 真的比较多了 只是中国人太多人 所以看起来比例很少 可是他很多了 所以这个 而且他们在中国的穆斯林可以这样子的 可以这样子的 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个是清真寺 所以 清真的 Islam的原因是这些 是这些吗 对不对 你把他想到哪里去了 每天拿着刀 杀人 同样是福建 不要每天讲Islam 我要讲这个了 我来到的佛教寺庙 这个是福建泉州的开元寺 我讲完了 我差不多也可以听 开元寺 我要来看什么 我每次去泉州 我一定要来这里 泉州很多东西都好吃了 乳面 你要去泉州吃大乳面 他的乳面 你放花生酱 真的很好吃的 白白的 他不是黑的 我们吃的乳面黑黑的 他是白色的 然后发生酱 哇 很好吃的 福建有的都很好吃的东西 非常的好吃 一定要吃乳面 吃海鲜 然后来这边你要吃斋 那就是开元寺 可是我们要来这边做花 就是佛教的寺庙 佛的 因为呢 他们以前 在70年代 在泉州 发现了 一艘大大的海船 这艘海船呢 是 宋朝 确定 宋朝的海船 而且是 只是宋朝的 中型福建船 中型 中的 不是最大的 很大 有多大呢 大概 比这栋大 他的长 比这栋长 比这栋长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船 他什么样的厉害法呢 宋朝的船跟我们说 它是全世界的最高峰 中国的技术 是航海技术啊 船自的就是全世界的领先 全世界最高峰 为什么 因为当时西方人欧洲人 他们的船不行了 出大海会死掉了 为什么出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想 因为每次的 你要人类文明的发展 要去发明一样东西的时候 就会去想象 动物啊 植物啊 是怎么样的 他们就想 船应该做成怎么样 你会想到 鱼 鱼是水里面游吗 那他们就 把西方人 就把船做成是鱼的形状 这个可以 可以可以在 在 水里面走 游走 可以啊 不过你们要记得 鱼是什么 鱼子 鱼是在水里面游 鱼而鱼而水中游 如果呢 它是潜水艇 没有问题 可是呢 如果你要 浮在水面上呢 它就会反省 航一放上啊 这个船呢 那么一翻就完了嘛 对 所以呢 西方人的船 在做 因为还是模仿鱼的形状 鱼的形状就是什么呢 鱼的形状就是 前面的头很大 后面比较小 所以它变成是宋长型的 那宋长型呢 海浪一吹 就翻掉了 就翻掉了 就是这样子 那中国人不一样 Hokkenland一流 宋朝的福建人 看 造船要造的怎么样 学一种动物 学什么 学什么 这个我画的 我是小学郭达丁 一线 线代表 我画的 我画的鸭子 他学鸭子 鸭子 他注意到了 鸭子是什么呢 浮在水面上 它一半在水下面 一半在水上面 对不对 而且它肥胖的地方在哪里 后半部 而且很肥 它的长跟宽 差不多是1比2 而这一艘船 这一艘船 就是长宽1比2 中国的古代的海船 是肥胖型的海船 肥肥的 而且是后面 越到后面越肥 大海浪一吹 摇摇一下就结束了 没有事情 很平稳 中国的船一流 中国的船人这么小 很大 这时候船很大 然后它有13个水密隔船 水密隔船就是这边放隔起来的 你下面里面可以装破 然后什么叫做水密隔船 就是当这个地方破个洞的时候 它水不能够马上流到其他的 因为它隔起来 所以它保护了其他的破物 另外它放了这么多的地方里面 主要是放什么 放什么 放瓷器 大小枪套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 看这个新闻里面 有一艘中国的船 你想想中国的船套里面一定有什么 瓷器 因为石绸可能早已经没有了 可是瓷器它不会不见掉的 瓷器这么一花 一般上都是上万件的 甚至是几十万件 中国的瓷器 Made in China 就从这里而来的 我1992年来的时候 我拍了 你们还没有出生 我拍了 当时我是书童 我就帮着老师拿行李 订机票 然后算钱 去安排行程等等 然后来到那边 那我很震撼的时候 看到了 终于看到了这个 这个东西 你讲是 这个是一个瓷器 叫什么 这个瓷器你觉得中国人会用吗 不会啊 这种battle的时候会用 怎么样用 不过这个你没有觉得很像马来西亚人的 马来西亚人用的东西 像印度人用的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是Made in China 中国的瓷器 他的名字叫 陆游有一首诗 陆游知道什么是来的 南宋爱国诗人 对不对 他写了一首诗 讲 川林酸 酸不戒 不戒的是 拖鞋的意思 不过取水亦君池 什么叫做君池 君池就是那个 那个东西 拿水用的 君池 宋朝 可是君池一看就知道不是中文 什么来的 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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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本书 写这个说我还没有找到 所以我们书里面没有 哈哈 是不是要找不到 君池是什么 君用附件话令 坤 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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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这种水平 有一种水平 再不懂的话 你们应该有去过马来电了 马来电一进去坐下来的时候 前面是不是有一壶 有一壶 那个不是来喝的 知道 那个是来洗什么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呢 因为是 印度跟 穆斯林 喜欢用的 甚至来装圣水用的东西 所以中国人很厉害 依据了这些当地东南亚人 喜欢的造型 跟伊斯兰喜欢的造型 他做成了瓷器 卖给了当地人 所以叫做外侨人 在中国很少 可是呢 在东南亚各地 非常的普遍 这个呢 是嘴巴尖尖的 这个是宋朝的 这一张呢 是我在印尼拍的 印尼的丹琼娜 廖类群岛 圆圆的 圆圆的是什么呢 圆圆的是明朝的 他嘴巴那边圆圆的 这是明朝的 然后这个是越来越像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餐厅里面 买在餐厅里面的 好 越来越像 这是瓷器来的 就是东西 这些东西 洗手用的 然后呢 如果你去那个 刚才讲的伊斯兰博物馆 你也可以看到 一大堆这种东西 这么 用阿拉伯文 写的那个 然后画的那个词 很漂亮的 当然这个是 国家图书馆 这个图书 笨 国家博物馆 这个图书馆 这是哪里 东麻 东麻的朋友 这是东麻 你有看过了 你去那个图书 土著的家 就看到了 土著的一个人 我就问了土著 土著的 我讲 这个里面一定要放东西 我讲 可是他们是一代一代 他们的宝贝 他们家传之宝 因为有钱的人 船那又有些 这哪里来 中国 然后中国 可是我们什么东西 都附会到了郑河那边 每天讲是郑河 郑河 屁啦 无说八道 这种东西 如果有在沙巴 沙巴的沙巴文馆里面 唐朝 宋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全部每个时代的这种瓶都在 其实很多啊 真的为什么也会有瓶瓶瓶瓶的声音 为什么一定要装东西 因为以前是装骨灰 装尸体 不是骨灰 装尸体 就是祖先死掉了 就是他们主传的 是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他们很喜欢这些瓶 真的很喜欢这些瓶 中国的 这个是明朝 明朝的明识路 班老师的硕士诺文学的 要去哪里呢 要去 你看看 叫 马拉加国 马拉加国有拜里伊苏拉 谁呢 拜里伊苏拉 帕拉摩沙拉 其实在明识路里面有拜里伊苏拉 东西的 都会出现的 这边出现了 这个懂啊 这个懂啊 在哪里啊 进来找 北国马拉加 这边的 其实你找到了 那个 果物馆的后面 它很多 它留下很多果汁 这个是它的果汁 红细的 可以吃的 他哪里种意见的 这种味道 吃 哪里种味道 其实马六甲也很早的文献 出国龙献都有记载的 可以重建的 完全是可以重建的 不假的 过得很开心 还有观察 好了 郑和在东南亚只设计的两个观察 一个在苏门大纳的北边 一个就是马六甲 为什么 我可以讲可以有很多种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两个地方都是Islam 都跟Islam有关 郑和是怎么样的 郑和他是不是Islam 我不懂 但是他的部下里面一大堆Islam 一大堆Muslim 还有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爸爸的墓 在云南 他爸爸的墓 他爸爸叫什么名呢 马哈之墓 这个墓叫马哈之墓 他爸爸 郑和原本姓马 后来帮助了这个名城主 游公 他赐姓 姓为正 原本他也是姓马 怎么讲 姓马 大概都是这些人 回族了 然后呢 爸爸叫马哈之 马哈之是什么 哈之马 哈之马 这是郑和在南京的衣冠种 因为他的尸体应该不在 衣冠种 也是他的墓 那是Muslim 然后郑和每次要去下西洋 然后他就讲 之前一定到福建 那边有一座圣山 是Muslim的圣山 他们来这边一定来拜拜 他一定来这边祈祷阿拉保佑 一定祈祷阿拉 这个是我去印尼 料泪群岛 过了这个地方 就郑和 航海图里面的马鞍山 我们哪一个呢 他们讲 这里有一个郑和部下的坟墓 然后来看 我就去看 一看吓了一跳 Muslim 他的部下是跟Muslim有关系的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Muslim有关的 所以你讲郑和 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蛮有趣的啦 时间的关系 最后呢给你们看一个更有趣的东西 乐座玛拿是什么呢 文献里面是有乐座玛拿这个东西 拉萨玛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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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马六甲 我无管 要去啊 全部都是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 中国的瓷器 还有这个地方有什么呢 中国的瓷器 哇啥子 满地都是中国的瓷器的碎片 好了 全世界第一本 马来语的之前 哪里呢 全世界第一本啊 世界公论啊 明朝人变的 因为他们到处就要这样的相信 要把他到处了解 就要去了解嘛 就要了解了 所以他要懂 懂马来话嘛 懂马来话 这个是我们现在找的是 最早是哪一个版本不知道 我们只找到1549年 通事就是翻译官 杨玲他叫对了 就表示他叫对之前就已经有 他叫对了这个马拉加国籍 总共收了482个古代的马来文 但是没有一个字是ABC 也没有一个是都里山交易 全部都是中文的书写 什么呢 给你们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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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叫什么 天叫阿拉 懂吗 天叫阿拉 字叫什么 字叫哈利 哈利 有没有看到 天叫阿拉 字叫哈利 月叫什么呢 胡乃 风叫阿吟 风叫阿吟 云叫阿湾 你这叫阿湾 然后呢 后呢 后叫特班儿 特班儿 少呢 少叫孤浪 孤独的孤 流浪的浪 不以 不以叫地大 地大 皇帝的地 答应的达 不要叫滴答 滴答 不好叻 滴答 拜 滴答 拜 我们的字典 全世界最长的字典 所以要不要解好马来文 你就可以了解 这个和马中之间的一个关系 以上给你们讲玩笑话了 我们就作为这个结束 给同学们一些更多的一些启发 OK 好了 我们就以有趣的这个结尾 滴答 拜 来 作为结束 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感谢安教授带给大家 如此精彩的讲 我们给安老师一个大大的掌声 好 那事不宜迟呢 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QA环节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请你们永热发言 可以举手告诉老师 你们的问题 然后线上的朋友呢 也请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下 或者可以直接开麦发问 刚刚其实我听到有一个地方 你是讲回回族 其实我不明白 其实回回族和回族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叫回回族呢 不懂 不懂 文件里面就写回回 应该是他们头上卷起来 就像回字 帽子 卷起来 回族应该是简称 应该是回回 一开始应该是回回 然后就叫回 跟阿布跟不一样 但是刚刚老师有提到 回回族他们是 就是说他们其实好像 等我们以往认知的那种 毁教服 他们很多都汉化了 而且有一些回族在中国 不一定他们是穆斯林 不一定 因为都不知道了 只是讲不可以把猪肉 不可以把猪肉 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了 因为汉化的人 好的了解老师 所以你们回去查一下 你们的族谱 问一下你们的族先 不帅的就不要问了 要问我 你们自己 别人长得很帅 长得很漂亮 你们就问一下 有可能 有问题吗 还是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座的同学 准备点一个名也好 没有 有问题吗 那么如果先生 先生 小白老师 你有问题要问吗 还是 有一个 我才有个问题 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刚刚老师讲到 福建 中国 还有很多的民族 有一些讲福建话 有一些讲 有些是阿拉伯商人 想问老师一下 福建人跟阿拉伯商 阿拉伯的在泉州的航海的人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另外就是这些 除了这种福建的 还有阿拉伯商人 在广东 他应该也就有很多的那种 航海的那种民族 或者浙江那些 他们又在马中的那个关系里面 或者跟马来亚跟东南亚 想办理什么样的角色 好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刚才时间关系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其实包括台湾的张兵春 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的谢崇光等等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都有在论证 其实福建的地区 一来是山多天少 如果你去到福建 你看他的平地很少 他的山很多 所以不适合一个种 然后只好往海上去发展 可是往海上去发展 为什么是在宋朝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是可以值得探讨 而宋朝的之前 中国的航海的事业技术并不是很好 我刚才讲的他气质不好的 辗转相中坐 英雄船走 他们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了 可是为什么宋朝以后可以呢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阿拉伯人 然后尤其是 我问的情况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 土壽跟这个家族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它是在控制了整个士博斯 然后它有海船 巴士艘 这里面有很多那种中东的 那些航海的技术里面 包括郑和夏西洋 他看那个千星树 他看那个天上的星座那些东西 基本上也是源自于阿拉伯人 这种技术很多航海 所以我们一旁边的华人 不要妄自菲薄 另外一旁边也不要不高傲子大 其实实际上吸收很多人的东西 包括吸收了50名的东西是很多的 然后古宋根本来就是掌控了这样的东西 海洋的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又以为阿拉伯 童话 汉话 这样子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情形 所以跟当地人的结合 所以他们是很理解的 所以我没有没有注意到 福建人的一个特色 是很不一样 在马来西亚的 马来文的语会里面 我们有除了 马来文除了受英文 受印度文 阿拉伯文的影响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外来语 其中的语会是华文 可是华文里面 有统计占了百分之80以上的华文 不是北京话 也不是其他的方言 而是福建话 你叫清朝也是清朝 对不对 帝啊 国比啊 很多人都是福建话来的 全部都是福建话来的 你去找到马来文里面 讲到跟华文有关的 借用华文的外来语 都跟福建话有关 除了鸡虫饭 除了碗炭米 这些东西之外 基本上 巴国帝也是福建话来的 那这些大部分都是福建话 从衣食住情 都跟福建话是有有意见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感到福建人 他很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文化 然后他也可以把他的文化 很好的去传达 所以你看到今天福建人 为什么做生意的这么强 就是他有那种跨文化的 所以阿拉伯商人来到了福建 跟当地的人结合 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他们的 吻合之后 他的跨文化的能力特别强 所以我一直很奉献 虽然我们这一班的学生 是中文媒体传播的FCC基础班 你们的中文以外的语言一定要讲 你们要学你们的福建人的主线 要讲 你就一看了该老师讲 我就不方便讲 记住一下客家的戒指在马来文里面 很少 少之又少 广东只有一点吃了还可以 也不多 其实不懂 广东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港呢 广东是世界各国的人到广东 可是广东人出海的拼不懂 做做猫 出海做猫 拼不懂 然后是跟他们大家跨很多 福建就不一样 泉州 张州 他们主要就是出海 泉州是在宋朝的时候 韩宋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港 很强的 然后张州是什么呢 那统楼西空的 张州 张州有一个 那个 种 种 种是叫什么 种是 我们就讲了 种是的一个港 后来被他合法化 叫做月港月亮的月 都是从张州那边来 所以每一遍注意到 很多的爸爸的这些人 他们的习惯 像敦承扔路 都是张州人 为什么是张 跟这些人一样 他们的祖先 那是这样来了 从那边来了 所以他们很能够去做生意 至于那个浙江的部分 像温州啊等等的线 他们其实走的不是走东南亚的路线 他们跟谁做生意 东北季风 西南季风 他们也是走 他们往东北 到西南走 西南就要往北走 去哪里呢 这个温州 浙江温州 这个地方他们是到 哪里 上面是哪里 日本 日本啊 韩国啊 那边去做贸易 所以他们的文化是比较像的 你不觉得那个地方浙江啊 上海啊 跟那个 日本的很多的语言 是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是有的 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 所以各有各自扮演的角色 广州一直以来就是从 从这个长朝下来就一直是 世界各国的商船来到港口 而泉州 福建人呢 是冲向 冲向海 世界各地的 中国人出海的一个地方 很不一样 而浙江呢 跟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 是这样的 非常谢谢安老师的用心解答 那么如果在场没有 在场和线上的人 如果都没有问题问的话呢 那我们的问答环节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就在满满的知识下呢 就圆满结束了 非常谢谢在座的听众 以及线上的听众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把棒子交回给白老师 做一个总结 有请白老师 非常感谢安老师的那个精彩的分享 我相信安老师在这个差不多两个小时的分享里面呢 就是大家有说有笑 而且不会打瞌睡 因为我们通常会看那个郑和航海 真的是有一本 以前的那个 那本书 讲那个航海的 古籍 真的前面写了四个字叫顺风相众 然后有一些图画 看了过后呢 很难让我们去想象 这么明朝 我们一直讲说郑和 你去马六甲都还可以看到 郑和站在那边 郑和的博物馆 有郑和的帆船 那边有很多山树工可以买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很难去想象 或者说去跟过去的历史相结合 特别是我们中文大堂 更是强调那一个 到底我们在历史 或者大的历史 跟我们现在日常生活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想按老师的这个分享 其实就是一个很非常完美的展现了一个所谓的大历史小故事 当然大历史指的是这个马中 这个中国大国嘛 对不对 马来西亚又是一个东南亚或者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历史之下 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在现在去读的时候觉得很理所当然 那这个理所当然如何去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特别是老师就有讲了很多的故事 特别是击打 曾经我们有一些同学是住在击打的 你也会看读历史课 读到义经 那那个义经原来在你的 可能在你家附近那边翻译那个经文 翻译到哪去中国 然后我们往往都会只看西游记 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了 除了西游记以外 其实很多其他的西游记以外有很多的高生都值得我们留意 还有住在澎湾的人 原来你家附近的或者你家的那个片原子森林的那个城乡是这么样的重要 还有我觉得一个更有趣的就是这个福建人 往往到了现在的马来西亚或者说我们现在社会 其实都不是很注重这个所谓的方言群 所以我们之前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问大家你是什么籍贯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籍贯的话 你的墓碑要怎么写啊 对不对 除此之外今天安老师讲的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了解到方言很不重要 现在你觉得很不重要 但是其实在过去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吉打之外 你可以看马来西亚这13个州 每一个州基本上你都要用福建话来去 或者用方言来去念那个州的州名 才可以念得出一个所以然 包括我们自己的喀将 喀将是全马里面的客家人 数一数很高的比例的一个线份 所以喀将那是来自马来话 然后翻一层家影 你又读不到 读不出一个所以然 但是你用客家话 喀将就可以读出一个所以然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政策在这边土地上 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多元文化 值得大家去关注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场主要是在讲 马中除了贸易之外 还有文化上的交流 不止有华人 还有伊斯兰的阿拉伯人 或者印度教这些都全部都进来了 我觉得我们每一场都环环相扣 像这一场跟上一场 孔老师的基本上就是环环相扣 那在中国各位也可以再去留意 我们的这个中文大堂的所有的厂制 尤其厂也是安老师介绍的 就是行服装老师 特别是来跟我们讲 这个路上他那海洋里面的这个文字 阿拉伯文跟早一文 到时候你又可以闻到 这个浓浓的海水的味道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到了很准时的四点半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文大堂 然后也是由李建明老师来讲 这个习弹岛五条岗里面的这个高脚屋 还有虾米的故事 也是海水味隆隆的 OK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谢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